《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精神分析的書會 就是講Lion的臨床精神分析的日報 又是讀這本書 這本書是《 Clinical Introduction to Lacombe and Psychoanalysis and Fear and Technique》 這本書是美國的一個學者叫Bus Fincer 他在泰國接受精神分析的 我們之前第一節和第二節已經是 我們是中四節的 頭兩節我們講了這本書是一本的 第一個就是講怎樣斷證和 小個人的一般的 尤其是英美的心理學門派有什麼分別 還有他和不接外的關係 以及他斷證的方式 第二節上一次就是講到 Psychosis的斷證和他和語言的關係 這次我們進入一個新的過題 這個新的過題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從佛洛伊德的學算開始 已經有對人的精神結構進行了一個classification 人的精神結構 上次講的其中一個就是Psychosis 精神結構 就和那個language 當一個人進入一個illibus compax 或者叫Custration compax 就是淹國程義傑 或者伊底帕斯程義傑 就是被語言介入 如果用拉康的術語 被語言介入一個主體的時候 他被Name of Father 即是傅之名 就被排除 被foreclosed 然後導致到他在語言進行的一個metaphore 進行這個隱喻的一種語言結構裡面 是運行到導致的 因為上次那個課題 不重複得太多了 這次就進入另一個新過題 就是這個Nirosis Nirosis 最低的 對 最低的這個 觀能症 Nirosis 就完全和Psychosis是不同的 因為 很重要的 我們 因為 不好意思 因為第一次那個 我們沒有錄到 也沒有在上網 沒有錄到 也沒有在上網 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 因為拉康 那個理論 Shit 這些重複的介入 剛才那些 好 因為拉康 不好意思 因為拉康 那個理論 拉康 那個理論 其實就是 將語言 語言學的圍道 放進精神分析 所以 其實每一種 這個病類的catsification 都是與語言的介入 是有關的 這個主題 這三種結構 這裡還有一種的 叫做 Perversion 變態或一個 沒錯 這三種結構 都是 同一個 大家都見到 都少不便見到 一個大他者 The Big Adam The Big Adam 這個就是 座落在 那個 象徵結構 上一次 這個就是 就是 精神病的主體和大他者 是融入在同一個 雜貌的理念 同一個set的理念 那兩個其實是沒有主體的 其實是沒有主體的 所以他 即是 精神病人是沒有主體的 即是 你看回拉康 角度 精神病是沒有主體的 沒有主體的 是沒有主體的 他最主要的那個病徵 上次我們都說 都有說過 就是說 他對語言的奇異 是完全不可以掌握的 導致到 他會有一個對 Holensination 有很強的傷害 即是因為他的語言 是不可能進行一種 Metaphore 因為我們平時的語言 我們一個人 如果給出一句句子的話 我們會知道 那個句子 除了指涉 某一個意思之外 它可以還有另外一些意思 即是有語言是可以有真假 各方面 譬如 我經常用的例子就是講粗口 講粗口就是會笑的 但是不是說完那句話 就不會找人家媽媽 這個就是 但是對精神病來說 就很痛苦 如果真的跟他講粗口 他覺得你真的會做 那麼 那麼 官能症呢 官能症呢 就完全不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 大家看到有兩個set 這個有兩個set 一個就是subject 或者叫b形 另外這裡就是他者 一個大草 大草的other 然後呢 或者叫做mini 或者叫mini 那麼 而他們中間 兩個set overlap了 那個位置 叫做小對形 叫objectr 這個是拉康專用的一個名詞 那意思是什麼呢 那意思是什麼呢 這裡呢 就是語言可以進行到一個paternal metaphor的位置 因為在那個 伊底帕詩情節 即是被語言介入的時候 母親的欲望 是對於嬰兒來說 成為一種微子數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呢 語言呢 可以有一個paternal metaphor的可能性 譬如 一個人 他講 或一句話呢 你會猜到他 背後呢 會和他合語 這個是語言呢 他本身呢 給了出來的一種function 就是語言不可能呢 完全地呢 滿足了 他的意思 就是concept和符號之間 總有一部份的殘餘 這個呢 就是這個小對形 這個呢 其實呢 這個殘餘的位置 就形成一個小對形 就share share了主體和大家之間 其實拉康會經常用一個例子 拉康的例子 就是小對形 其實就是靈魂 人的靈魂 人的靈魂 為甚麼呢 我們日常的生活裏面 我們的主體性 和其他人交往 其他人其實呢 其他人其實呢 可以是甚麼呢 其他人其實呢 只不過是一堆 不停在說符號的 一種肉 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們可以隨時用假設的 因為 就算 怎樣都 理解不到 理解他是 跟你一樣的人 而你的主體呢 和他 只是share了一個 你不可以知道的位置呢 就是一個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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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其實 其他人有沒有靈魂 或者裡面有沒有自由 你永遠都知不去 你就知不去 你就知不去 你 你 你斬開人的腦都知不去 你一輩子都知不去 這樣呢 這一樣東西呢 就是他們share的那個自由 那這個就是 與語言那個 介入呢 進行一種呢 抑壓就很慣 那 變態 我們下次說什麼 下次 最後說變態 性變態 是 下次可以說 其實 提補充 少少 其實為何 為何 這三個 其實 三個 其實有個不同點 就是都有大太者 Big Other 就是 三種形態 其實都是 Big Other 因為你知道 可以這樣體制 一個語言的公文 其實語言 本身是一個 它的語言 會構成文化 會構成整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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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的存在 基礎 它不單是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比如 父母 和兒子 父母 和兒子 和兒子 整個 全都要通過符號 和符號之間的關係去理解 所以 其實三種 這個精神 結構 都是 語言 介入後的 結果 這裏 顯示給你看 三種 語言 介入了 人類 這種 生物之後 產生的結果 所以 這個 共通點 都是有大太者 但是 你可以看到 有兩種不同的 上面 精神病 不同的地方 其實上次說 精神病 psychosis 和其中兩種 是很不同的 為甚麼 因為它沒有小對應 那個位置 即是它沒有 即是它是沒有 它是不知道 會有這個 所謂的 拉芳 或者她 都會說 它沒有拒絕 叫Forko 排除了 語言 那個 就是它排除了 語言 安裝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其實那兩種 就有 完成了 全部的功能 或者是 一半 編排 完成了一半 語言的 安裝 所以 其實三個 特點都是 有大太者 但是 有一組 精神病特別突出的地方 就是 它是沒有這個 不知道 閹覺 而另外那兩種 是知道的 還有 你也看到 一般 九成以上的正常人 所謂正常人 都是官能性 九成以上的人 都是官能性 官能性的特點 就是有這個主題 它和其他那兩種 不同的地方 你見到就是有主題 而那兩種語言介入的結果 都是沒有主題性 你可能會問 為何有些人看上去 怎知他不是這樣 他都很正常 其實你要想回 你問 怎知他是正不正常 其實你想想 你定義正常 其實是用它的功能 來定義 總之它是 它看上去可以正常 跟你說話 溝通 或者工作 或者是 在社會的功能上 運作 那你就會覺得它正常 所以 為何三個都有打他者 因為打他者 就是社會 就是社會 甚至可以將它 等同 是社會 所以三種 圓形結構 都是在社會存在 分別 最重要的 就是主題性 你可否舉例子 小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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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對哲學的人 來說就是 安德文治三 但是 如果 要在數學上說 就是一個永遠循序的 條數 如果具體這樣說 就是我們看到的 所有的現象裡 總有一些 不可以被 語言所理解的位置 譬如 剛才說 就算你看到你媽媽 都這麼多年 但是 你怎麼都確定不了 你媽媽 還有 其實小道元 他有一些 比較理論性的 這個 解定 就是 有四種不同的小道元 跟 和 語言認證的時期 的經驗 這個 生活是有關係的 就是 語房 語房 還有 這個 市 就是 一份 聲音 和 這個 譬如 這四種 譬如 舉一些例子 你可能會 不會詳細解釋 但舉一些例子 你可能會 大概 你猜到 是 譬如 聲音 其實鬼片裡面最恐怖就是那些聲音或者沒有聲音 在場鏡頭很久都沒有聲音,你會覺得很恐怖 聲音或者小孩子很喜歡尖叫,無緣無故就尖叫,開心不開心就尖叫 聲音形式就是我們看出來的東西 某一個點是見不到的,有時候會有一點 分辨就是你很厭門的,但是反過來,乙房就是很attractive 那麼多一個乙房就不一定是指,不一定是指,不是說實際 只是指,當然是指自己的女性乙房,因為如果說女性不對乙房 可能是說女性不對乙房是很興趣的,但是她的意思是一個 就是比論上的那個,她遮蓋某一些女類迷戀的東西 或者女性其實對青蛙是很迷戀的,因為有青蛙落至這個 女性就對青蛙落至這個笑話,即是如果那個女性射了那個黃子一口,她就變成青蛙 這個就是小隊形,其實是一個介入,其實你見到結構上其實是這樣, 我們也不要在一次就說很詳細,因為我們可能會進入官能證的那些圖 我們可以之後再圖,但是簡單來說,其實你見到,在這三個圖的比較裏面, 這個小隊形是將那個,尤其是在官能證書裡面,是將那個主體隔開,在大塊寫分隔開 在Bullspin,Bullspin它自己消化了,理論之後,就用了兩個Term去形容 整個語言間的作用,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功能,一個就叫做Alienation Alienation,或者叫做異化,第二個就是separation,就是分離 那你見到,其實在官能證書裡面,為什麼九成上又是正常呢? 是因為它將主體,這個人的意志,這個人的意志, 是跟這個語言,就是跟社會的網絡,是分隔開來的 要順一點講一下,下一次都會講,就是為什麼這個變態是一個沒有主體性的結構呢? 是因為它沒有完成分離的功能,即是它只完成了Alienation,只完成了異化 異化就會產生小隊形,但是它沒有完成分離,所以嚴格來說它都是沒有主體性的 因為它的主體性已經被大化石,或者是被母親的肉網吃了,是吞下去了 而精神病就完全連這個小隊也沒有,因為它連Alienation也沒有完成 而只是它排除了這兩項,伊特達斯的這個情節的運作經濟 基本上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就不再補償,因為這個規定是很複雜的 如果你問,其實是拉康的理論,拉康為什麼超越佛羅伊德呢? 其實就是在小隊形這個方面,拉康是跑贏的,可以說 阿康文繼續說了一個官能證的特點 還有小隊形在desire方面來說,就是一個慾望的原因,可以在這方面理解都可以 即是啟動你的魯莽,你見到它是魯莽的, 即是比較原理的男性當然是女人的啟動男性魯莽, 或者青蛙都給女性魯莽, 聲音和形詞,即是偷窺,形詞,即是人要看東西,人要看不到東西就很害怕, 或者你聽過一些不知什麼的聲音,聲音永遠是一個恐怖問題, 因為它永遠是在污染,你看到的東西,你理解這個世界的意義問題 好,在功能證上,我們會再去看它的 subcategories, 會有三個,阿康文主要會說其中兩個, 這三個分別是泰斯底里證, 是的,obsession 即是強迫,是否強迫症, 是強迫症,是強迫症, 強迫症,強迫症, 或者有些譯化叫做偏執狂, 偏執狂, 偏執狂, 因為obsession 就是, 它不一定是表現為強迫症的行為, 即是如果有一種病, 就叫做 compul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所以讀過心理治療的就很重要, cpi 已經變成病例, 但它obsession 是一種強迫症的想法, 它不一定會實踐變成 compulsive behavior, 而這個精神的結構, 即是要一旦形成了, 它就會是這樣的, 本來都是這個 structure, 所以我們今天集中在功能證這個結構, 我們就會看回這個結構上, 有些什麼不同, 就會令它出現不同的 subcategories, 還有一個, 就是一個phobia, 即是恐懼, 恐懼症, 因為時間和一條集, 我們就不敢做, 還有這本書也是, 那個篇幅會少很多, 剛才看到一個字叫做 suizance, 即是 enjoyment, 它又不是, 因為我們業中文是要快感的, 其實這個suisance, 尤其是說到neurosis, 其實我們會講得比較清楚, 因為這個快感, 其實我對於neurosis來講, 就是因為這個語言動致的禁令, 令主題要在語言的錯話中, 得到一個問題, 或者在這個object r這個位置, 我幫我翻過來, 一間可以很清楚, 上一次講這個精神病的時候, 我們由這個人, 究竟是怎樣去建構自己的精神結構, 開始講多一點, 就會講到, 由於那個閹割的過程, 然後它怎樣成為了這個結構呢, 或者大家可以看回之前那一節, 他們會清楚多一點, 究竟是說什麼, 我們看看這個mechanism, 為什麼這個官行政會出現呢, 那個mechanism就是抑壓, repressure, 是抑壓, 抑壓, 就是抑壓, 其實抑壓什麼呢, 就是抑壓人類, 你可以說人類本來的一個, 它的慾望, 和它的drive, 是否抑壓了什麼呢, 那個drive, 又是比較複雜的東西, 我們現在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不去講區域的東西, 總之呢, 它的慾望就被抑壓, 這個是在他形成的時候, 一個人, 即是他的精神結構的時候, 由於由一個完全不知道這個世界有什麼規矩, 未入這個社會的人, 由成為了一個入到社會的social being, 他知道了這個世界有很多laws, 很多 rules, 最簡單就是, 爸爸會將你和媽媽分開, 你不是和你媽媽完全一體的, 那樣, 最簡單的, it will lose, 那麼, 慢慢這些慾望, 就慢慢被壓制, 這個壓制最後, 其實是在這個閹角裏面提出一個過程, 對, 最後就變成了這個結構, 其實, 有一個重要的項目, 就是repression, 我想, 如果在我們一般, 即是enternal的思路裡面, 我們經常會覺得repress了些什麼, 壓制了我的情感, 壓制了我的感覺, 或者壓制了我的感覺, 或者情感, 或者emotion, 是壓制了the thought of art, 意思是, 它是壓制了對情感的思想, 即是thought of art, 就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平時如果, 如果我們整個狀態 不讓沒有reflection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是 我們的arthing和forcer是一條 我們的基本感官就是這樣 譬如你沒有去注意某些東西的時候 你沒有去特意看著某些東西的時候 譬如你很專心地駕車 你的arthing和forcer是很一致的 你踩一輛車也是 但其實你有某一個時間 譬如你駕車 在大陸的公路那裡 無緣無故在大陸的公路那裡 拋一條死屍也是這樣 你很害怕 拋一條死屍也是這樣 大陸有這樣的情況 那一刻你的forcer和arthing就會截然地分開 因為你發覺某些東西 你是解釋不到的 其實我們看映布片 看映布片也是會 令人很辛苦的 你覺得馬上會在這裏思想 你啟動你的思想 你馬上會在這裏思想 你馬上會在這裏思想 為何要把鏡頭放在這裏 沒有角色的監獄裡放那麼久 你會立刻不舒服 那這些就是refresh 它不是refresh了你的情感 你的emotion 不是禮物 是影迫你的foss or emotion 它裏面也提到一些 平時我們都會遇到的一些例子 例如是很多時候你會記得你的感覺 但你已經不記得為何你有這樣的感覺 其實這就是把你的foss和你的affect 分開了的一個例子 我們經常都會覺得 好像見到那樣東西很大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就忘記了 這個影眼出現之後 就會形成了一個無意識的區域 所以這樣去看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回上次精神病患者的情況 它就等於沒有一個無意識的空間 因為它根本沒有這個refresh 所以它就不會有這個無意識的狀況出現 這裡有關於一些unconscious的細節 所以這樣就不詳解了 這裡就說回它 如果在這個分析的過程 他們經常會 分析師如何去引導 或者是給了一些機會 令到那個被分析者 他們會可以有多些知道自己的一個前意識 一個無意識的狀況 裡面所發放出來的一些信息 例如他們的信口 不知道怎樣說出來的東西 或者一些很細微的一些動作 可能是面部的表情 或者是用一些很細微的動作 或者是用一個可能他的手會這樣採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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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捏 那些要說一些採著採著採取採 所以就有一些顯示了你的無意識 那些是顯示了你的思想去透露出來的 另外有些明顯的就是例如你的夢境 或者百日夢 這些都是在詞釋上發放出來的訊息 在香港這裡有一個表 就是compare了obseptic 和isteria 兩樣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根據他們的theory來說 obseptic 的人大部份都是男性 而帝斯底利大部份都是女性 當然是有例外的例子 但大部份都是這樣 而obseptic 主要的象徵 如果reimpression的東西走出來 會有什麼現象 通常會出現在他們的思想裏 多一點的 那帝斯底利症的特徵 就是多一點會出現在身體上的 一些symptoms 或是周身要痛苦不痛 或是周身不舒服 是的 他不是這樣的分法 因為他那本書有說的 譬如你說bibola 或者tropomanic 或者depression 它不是這樣的分法 因為Lakon他本身承傳佛樂園 他那個分法都是承承佛樂園的 因為在整個拉康 他其實都沒有什麼看depression 但其實近期的這個 有些人都會提到這個症 我記得是Z都有些問題 講過這個症 但當然不是很臨床的說 但我自己的看法就是這樣 其實在depression 其實不論你是三種裡面 都會有depression 因為不說 depression 基本上它不是一種精靜的透露 也不是一種狀態 或者這麼說 depression通常是官能症 官能症尤其是在強迫症 腾丹症尤其是噴症尤其是噴症尤其是特別上化 但精神病都會有 精神病的鑑疫症好 有病發生也會有這個情況 但我們很難知道 但你相信精神病應該是沒有 你要說這個症是甚麼 現在我們講一般精神科醫生 或中醫學家所講的症 其實它是一個臨床病徵 就是說它有腦分泌失調 某種腦部化學物質的失調 但它就不會去理它那個課程 我所理解現在西方醫學的做法是甚麼 因為小弟現在是讀心理學的 我所理解西方醫學的任何病症 它都是以個醫生觀察到 或者看到你的病症為準 它只可以接觸一些見到的東西 譬如你那天很不開心 沒有症狀、很不患 但它只會接觸一些疾病 它只會接觸一些疾病 它只會接觸一些疾病 它就不會像整個大閃閃 或者拉卡閃閃 去否釋它裡面的機制 但拉卡閃閃閃閃至室 緒 Exp,對此 proved to a deep partition 是有一個ega致的關癮 currencies 是有一個結構上的觀點 就是 paradox depreciation 的逆 mundane 你見到其實在觀能症裏 我們先不要先將思想問題簡化 即是沒有太多變態和精神病毒 你先在觀能症裏 觀能症一般的主題性 不可能是師弟還是患者症 它都是需要透過這個小隊中介 它才可以和大家 即是和這個世界產生關係 換言之它對這個世界有欲望才行 因為小隊人就是欲望成人的下體 但有兩層意思 一個是小生人是某個結構性的 但這個結構任何具體的東西 任何東西掉落這個結構 它都會變成你喜歡 譬如有些人將宗教變成它存在你 存在這世界的理由 有些人是惡情至上 有些人是喜歡兩底部或是私物 有些人就是變態 有些人對錢很迷人 幾多都不夠 好像錢是一個… 理論上錢應該是很密集的 但它其實已經將錢抬高到一個神台的理由 所以你看到任何東西掉落這個小隊形的結構 它都會有一個功能就是啟動它的欲望 但抑鬱症或是… 它不當它是靜、一個癥癒的內別 它只是當它是一種狀態 抑鬱症、抑鬱的主體 它是失去了這個小隊形 它在結構上位置空了它 那你没有designer就很痛苦, 你当我是套套落缩, 如果我给你一条公职, 人存在世界上有某一种存在的理由才行, 相反我们怎样知道, 而有些人为何要死, 他觉得生存在无意义, 或者生存在生存, 所以这条方法都是说, 没有了欲望的对象, 没有了存在生存的意义, 所以小杜盈不单是欲望, 他在哲学内可以理解为真, 其实他是真理的东西, 因为真理就是意义, 但这个真的可以令我入入学? 我问你现在拉方所讲到哪些人, 我根本不知, 你用一个人的口感, 或者用麦一眼, 你现在所讲, 拉方的心神分析, 就是從一個behavior 眼可以看到的東西去砌架構 而我剛才所提出抑鬱 因為不是一個behavior 眼看到的東西 所以就不屬於拉康的那種 不是這個意思 意思是其實拉康整個眼睛都沒有用 它的approach 就不是眼看的簡單 拉康要問的東西是 向上相反 向上不只是眼看的東西 第一 它是看了一個結構的問題 可以叫做結構的問題 它在問一個結構的問題 一個方的問題 一個形式的問題 第二 這個形式是拉康向回 其實拉康也是向回自己的主體法案 它問我的結構是怎樣的形式 然後它對應這個它現在的眼看東西的結構 眼看的另外一個主體的結構 即是它是逆向地想回自己的那個 逆向 它其實是一個精神 過年二十 都會真是精神科醫生 即是特朗伊德和這個拉康都有一個問題 其實兩位都是精神科醫生的 為甚麼我們… 即是我們經常忘記了這件事 因為我們現在的拉康 即是通常精神得識師 就不會去考一個精神科的執業牌 因為我想要再考賣就很難 因為做這個精神科醫生就不得了 也沒有甚麼需要 簡單來說 其實精神科學 如果要成為科學很簡單 跟其他科學都一樣 就是它要有科學的這個框架 其實就是數學 我們見到為甚麼是見不到的 因為你如果要證實 證實這個金錢黑的某些 即是有幾種種種種種類 你當然要去磅 你可以磅或用一個方法去搞 但無論如何你都不可以沒有數學 這個就等於精神科醫生 他其實是沒有數學 即是完全沒有任何方法 他就是這個人 這個金錢塔有甚麼特點 有甚麼東西 但他甚至可以給一些數字出來 可以統計數字出來 但重點是他不會運用三個幾何 他會運用這個數學公式去合理化自己 整個理論的內部的一次性 如果簡單來說 可以說 其實在LyHawk 的 approach裡面 他是由研究 他去討論究竟一個人 是怎樣形成自己的精神結構 然後他這個精神結構有甚麼不同的時候 會產生了甚麼情況出來 而他在他的理論裡面 他定了三種精神結構 精神結構、精神病、變態和觀能症 而Depression 不是說他不包入 不是不包入裡面 而是Depression 根本在他的理論來說 不算是一種精神結構裡面的問題 而他只不過是一個人 在他的人生上面 其中一個精神的狀態 這個狀態是怎樣呢 可以簡單來說 他在他的人生裡面 失去了一個小對應 可以說失去了一個意義 於是這個人 他在這段時間裡面 失去了一個意義 換算他沒有了一個 對於生存的慾望 於是他就會有 Depression裡面的症狀走出來 但是在LyHawk 的診斷裡面 他不當Depression是一種病 不是一種特殊的結構 並不是一種特殊的結構 只是一段時間裡面一個狀態 而這裏說的這三個結構 就是一旦一個人形成了這個結構 他就中心都是這個結構 所以他上次可能是天生 不是天生 由上次我們說 他們在很幼年的時期 開始慢慢慢慢建構出來 而中間怎樣形成這個結構 然後很重要一件事就是看他有沒有一個閹割的過程 那個閹割的過程 可以簡單地理解為一個社會 進入一個社會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項目就是 你剛才問天生的問題 一到天生的問題 你又問是否那個人 就是innate innate 就是他innate 是由媽媽妥生 那樣是療製的 其實現在應該反過來 為何你可以想到有些事情 去檢查 這個意義化過程是怎樣出現的 這個就是拉康法的問題 即是說 我們既然我們生而有意識的時間 我們生而有這個意識 那我們的意識是透過什麼去進行 是透過language去進行 語言 但是語言 我們應該想到一件事 就是發現 兵仔那時候應該沒有 語言可以進行signification這個過程 進行signification這個過程 他的生成是怎樣的 這個生成就是拉康去理解 小過人 其實是從科技人開始 再加上他透過阿格爾等等 去建立這個體系 就是問 意義有可能 而他本身和欲望的關係是怎樣的 簡單點說 即是說他有 為何我們懂得去思考 我們思考那個 為何我們要思考這些東西出來 我們如何得到一些結論 或者我們怎樣去思考一些東西 由他這樣回歸回想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思考的東西 譬如很簡單 為何我們可以思考的東西 其實你剛才說 天生博 還有一些問題很有趣 譬如我們為何會想到acton 但你未見過acton 一顆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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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到的 但你又見不到的 你又見不到的 其實這一個已經是很神奇 對於人來說是很神奇的問題 我個人 這不是原子的問題 但我們的腦裏可以有整個框架 原子和原子 也不是原子 其實可以比較具體地說 做一個劃分的就是 你假設做 譬如假設這件事 很重要的人說 這種結構是因為語言的價格 當然不是天生 但是如果你要問天生 這個問題 就很簡單 你兩個嬰兒 一個嬰兒 是完全沒有教她說話的 即是沒有社交的 沒有社交法 沒有那種社交 沒有不教她說話的 即是她說 你可以這樣安排兩世面 結果就知道 當然我們不會這樣 但事實上這些事情發生了 你孩子也說 有狼牌、野鞋的個案 你可以去看看大家 或者那些例子裡面 其實是那些人類的不同 其實她可能在這個體系 比較地清招一個人 所以我們不會說她不是人 但不是一個主體的案 所以你問得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是語言的問題 就是語言的東西 有天生和有後天的問題 因為不是所有動物 基本上現在我們所知道 是只有人 是可以學得識人的語言 我會語言這個樣子 即是我們理家都語言 所以她有天生的語言 我當然會提出一個懦智的語言機制 但同時間 語言可能不經過後天的培養 正是因為後天培養的結果和過程都不同 才會產生了不同的精神結構 或者我們繼續說下去 其實我們看了這幾個圖 我們這個圖可以叫做一個 Fundamental Fantasy的一個Structure 我們能夠從這個Structure 去分辨觀能症區變 Obsession和Histeria兩種分別 看看PowerPoint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Fundamental Fantasy的Structure 那Obsession是怎樣的呢 其實就是 它就會ignore了 Other的Existence 如果我們很簡單的去看來講 最基本來講 在這裡看一些括號 你可以看到 Panido的小隊形 就是乳房 你幻想自己是寶寶的 然後 Other就是媽媽 其實乳房是媽媽的 但最初是你自己的 你經常都很想要的 因為這跟你的食物有關 這是我們解釋到最簡單的那種的想法 但是 慢慢 你就 慢慢 就理解到 其實 你是想要這個乳房 但這個乳房 並不是屬於你 你不能夠經常都要的 但怎樣可以去對應 這一種 這個分離的情況呢 它對應的時候就是 不如我 ignore其他人 我把這東西當成我的 這個就是一個 的狀況 於是 其實它就是 不理本身的 我們這個object 其實就是 那個小隊形 它不理這東西 其實是可能 別人的 或者是跟別人有關的 它不理 當是自己的 另外 它就不理其他人的存在 而 於是 如果在這個analysis裡面 這個分析師 就會很重演 在最初跟這個objection的人 做這個分析的時候 會非常之 要很強調它自己的存在 在哪間房裡面 在他們的environment裡面 那你們看電影 會有些analysis 會被一張 梳化 這樣 打在那裡 躺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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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躺在那裡 不是躺在分析師 這樣說話 這個過程 最初就一定不會做 因為一個 其實就強調不到 那個分析師的存在 他們就會坐到面對面 這樣去聊天 直到適合 去到一個情況 可以去到那個couch 那個c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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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 再說多一點 其實他有一條公式 就是這個couch 這個couch 就是這個couch 就是有一條線 劃線 主題 就是那個couch 被一條線劃過 被閹割了 被閹割了 對 這個 這個 這個平形 就是代表 一個 異向 或者欲望 欲求 欲求 意向 對 一個主題 意向 一個 欲望原因 這個欲望原因 這個欲望原因 其實很簡單 其實在整個 閹割情結結那裡 閹割情結結那裡的時間 我們發現了 寶寶仔 就是 原來媽媽和我不是同一 而且我也不可以完全理解到媽媽和我 這個已經是第一次 那個分離 這個分離就是他者與自我 對不對 其實人透過語言 就理解到我和他 這個分割 而這個分割 導致我 我不可以發現我對媽媽的欲望 其實是無可能為力的 是無可能為力的 這個主題 Obsessive的主題 這個被語言介入了的主題 無可萬法 無可萬法 是分裂的主題 真是慘了 其實我們有我 是很慘的 因為我一輩子都看過這個人 這塊面子可以是 在鏡頭那邊 影像也好才能看到 其實這個應該是很痛苦的 其實這個 這個 它就只是慾望回什麼呢 慾望回一個 慾望的客體為之 這個慾望客體 它已經 就as 它可以 得到這個快感 所以 那個主題 它自己的要求 譬如乳房 譬如一個男人 很簡單 那裡的例子就是 Obsessive的男人 做愛 譬如電話響 他不理會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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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快感 大家馬上有快感 我一說 這些主題是馬上來的 我一說這些快感 不夠的事 各個押出來 但那個問題就是 他不會理會女兒 他立即聽電話 因為在他來說 那個女兒 呈現給她的小隊形 可能 只是一個 object of sex 而他不理會女兒 而他不理會女兒 本身 那個女兒 那個瘋狂症 但是 這裡有個 其實挺有趣的位置 就是 如果在我們這裏的個案裡 裏面說 那個男人 其實他是 重視那個 他那個 partner 在這個 那時候的狀況 他才會 去聽這個電話 甚至 其實在個案裡 他會說 這個男人 還會去安排 即是 預先計劃 我究竟何時 和我這個新的女朋友 去做愛 然後我就特地 去約定 另一個女性的朋友 就打電話給我 正確是 那段時間 等我做做做做做到 換到一次電話響 然後我就可以 順理成章地 拿一個電話來聽 然後就扮好 好像很不在乎 一邊聽完一邊說的電話 他又不會停下 不做愛 走去起來 交電話 又不會 但他又不會不理電話 這個好像是 一個計劃 那他的想法 是什麼呢 就是 他 因為他 其實在那個女生的身上 他是能夠 拿到很多的 滿足 其實他是 情感上很舒服 他覺得很開心 但是 當他越開心 他越想到 其實那個 那個慾望的對象 並不是他 隨手可得 並不是他 自己喜歡 怎樣就怎樣的 其實他想認識 那件事 其實是屬於別人的 是那個女生 會不會給他 會不會同意 才會有 這個滿足 所以 他要告訴自己 其實我不是很需要他 我就叫別人打電話來 然後跟他一邊 一邊說電話 這個行為 就讓我自己知道 對 對 我就很哭 就是 我可以這樣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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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 阿羅伯 還是羅伯 羅伯 今天是羅伯 羅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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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姐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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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滅絕這個字 她 簡單說 她 忍受不到他姐 對她進行的一些 傳遞 或者 對她的看法 用這個 方法 她 不可以給 有這個機會 其實 這個正是同時 她是接受的 她 但這件事 她要將它 replex 他人的肉 要看 replex 所以 她 要進行 剛才的主題 就是要告訴她 我 作為一個主題 我是一個 thinking subject 我是一個 思考自己的主宰 對 我是自己的主宰 因為如果我forge 我有thinking 我keep thinking 就是我keep alive 我keep著 好像在run的一部機器 其實在肉望上 因為我們跳開了快感的方式 但其實很簡單 你知道 那個 你看看圖下面 就是 suiso 快感與小隊形 是小隊形的 可以說是小隊形的一部份 就是小隊形大給你的 剛才他也說了 飯金就是我快感 但飯金和快感不是敵對 是辯證的 因為無法 無禁令 就沒有這個 是禁令 這也是經常講的 為什麼 我們今日 如果沒有上帝 就不是說什麼都可以 什麼都不行 因為沒有上帝 就沒有禁令 這個 其實不是單純一個字幕的問題 這是一個 心理學的精神分食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 官能症 為什麼要假扮 假扮 假扮 或者 硬抑了那個 閹角 其實他在硬抑了閹角 是閹角 主題其實是 寶寶 然後有個大家姐 其實是元初 元初不是大家姐 元初是母親 回來的 或者母親在那裡看 好 然後 其實中間 如果主體無作 小隊形 將它分開 就會變成精神病 那個母親用來 就會完全吞到我們 即會變成精神病 所以 其實 正常的人 是有官能症的 就是 官能症有定義 定義 定義 就是 主體和 禁明的關係 和大家姐的關係 其實就是 法 簡單來說 在社會的程度上 就是 就是一個 道德律法和 這個主體的關係 有一張很特別的 例子 或者 再延伸 就是 通常 主體的 政制 內疚感 內疚感 內疚就是 典型的 在你犯法之後的反應 但是為什麼 它要壓抑那個 但是官能症本身 不是純粹的結構 它不是純粹的被動 應該說 其實 在拉康的理論 認證性很強 就是 它本身 這個官能症的objection 其中一種官能症 objection 是對這個 它接受的閹覺 但是 是一個反應 也對閹覺的一個反應 就是說 對它失去了的母親的 就是完全快感的反應 是一個反應來的 精神結構 是一個回事 本身是一個 as a response 它的反應就是 炸製它不存在 炸製它不存在 炸製這個蛋撻 就是 它只不過是一個小動型 就是可有可樂 通過這樣 它就可以拿回 它 拿回它跟母親 那種想像性的快感 這樣 這樣 這就是 犯人禁的 內在的邏輯 邏輯是這樣 那 講 HiSteria 調轉 HiSteria 其實 因為 原本的一個結構 是 HiSteria 就相反 它 當它面對這個 分割的時候 它的反應就是 決定 不如我自己 不要理 我自己是一個主題 我只擴張一件事 擴張我 能否成為 他人的肉亡 有甚麼表現 例如 插句 我能否成為他人的肉亡 通常都是女人做事 所以說 但是 有沒有人喜歡不喜歡我 我 好不可愛 可愛不可愛 可愛不可愛 我這一天問了 老公幾十次 好不好 今天 美不美 那些東西很好吃 好可憐 除了這樣之外 他還會經常 都要去檢查一下 究竟自己是 能夠仍然 在他人的小代人的位置 這個檢查 可以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檢查 檢查 如果在我們這個個案 譬如 太太 她和她老公結婚14年 她沒有任何的證據 她老公有任何的分愛情 或者外面有另一個外人 但是 她會保持著 不斷地偵查 她 不斷偵查 精顏 不公認 哪些東西 是否有實質的證據 都 她想 亦假定ivel 她老公 幾乎一定有 platforms 然而 但不斷地找到14年仍然沒有任何證據 但其實他一旦發現的證據 只會給自己一個肯定 我都說了 他真的有其他人 其實這個蝦絲底里的狀況 他還會希望找些方法 令到自己成為他人的慾望 不僅是令到自己成為人永遠都完成不到那個慾望 永遠你都得不到完整的快感 在我身上 那你就會繼續繼續對我很頑慕 你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因為他要不讓他姐有快感 其實他整個蝦絲底里的 那個精神結構 他要求那個他姐 即是那個人在認識 那個自身的他姐 在認識我那個他姐 即是我慾望他 慾望我那個他姐 他不讓他得到這個suisance 不讓他得到這個快感 所以很多時候 即是說他為何要將自己 放在一個永遠都不可以 滿足所有況的位置 這一個就是因為他要 將他姐的快感 將它變成做的 我看到很多愛情的節目 經常都教女生怎樣 怎樣掉下又放下 怎樣掉下又放下那些 其實我也不知道你究竟是甚麼 天生就懂得 另外一條方法 就是Bruce Green 將這一條再… 因為這一個方法 即是一個分別主體去追求你的object 就是objective 其實這是一個fantasy 這是幻象公式 former of fantasy 幻覺公式 但是在這個 蝦斯底利的幻覺公式 正是反轉 不是反轉 是objective追求那個大他姐 就是主體的中介 你見到觀能症 強得正義 一般觀能症 不強得正義 即是男性 一般的這個fantasy 中介 他不大 就是那個中介就是objective 而這套師底利 他就不是作為這個 其實他是 作為這個 成為objective objective 包括文字 去看 去看 但是注意這個 是慾望公式 這個 是幻覺公式 幻覺公式 是這幻覺公式 這幻覺公式 是這幻覺公式的作者 他自己綜合了一些東西之後 他寫的一條色 就不是阿拉康原本所用的色 是嗎 阿拉康原本不是 阿拉康原本這個 但是他就將它再留一留 但是這個是作者的基因 其實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些公式所表達的是一種關係 譬如你想想當數 其實就是x加y等於9 那x跟y是怎樣 其實是可以有很多種的組合 所以他們的公式有多大 其實就是這些圖所表現的關係 其實它是這樣的 因為它在那本書裡 其實這條色 它是由康德與沙德的編文到寫出來 因為康德與沙德的編文 正正就是康德 它有一個schema 它是一個圖式的 剛好就是反過來的 就是反過來的 反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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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是由那條文到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又會看看 就是在Line Hong Kong文集裡 就是康德與沙德 這樣就是 但是有一個情況挺有趣的 大家想想想 因為大部份的obsession中 都是男性 大部份女性都是Siri 你想像一對cumples 在床上面 互相一個不能讓對方satisfy 另一個就要假定對方不存在 於是可以想到 那一個男士就想 嗯 我開心 但是這個女士是否不重要的 那女士就想 其實我未必是存在的 因為我永遠不可以讓她得到 有一個想法裡面 就是假承在fantasy裡面 我不是我自己來的 我知道你someone look like me 不可以讓她的 又或者是 我是想像著 我的對象是跟另一個女士做的 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就好像大家都不是跟大家做的 所以在這個裡面的說法 有一個有趣的說法 就是從來都沒有sexual relationship 但是她的意思不是說沒有愛情關係 沒有性關係 沒有動物性的愛情關係 她就說 其實大家是那個關係的 大家錯維了 是 是 大家是跟別人的愛情關係的 就是 就不是跟別人對方的關係 就是 我們上次說過 Else Gamer 就是那個 Else Gamer 說Else Gamer 不過我作為一個性治療師 我又不是 有些懷疑 對這方面 我都推崇一下 我覺得 上次 阿拉康 你 真的這樣說 其實你 有人不可以有正常性關 其實 從I do I do I do 我又有個obsession 在那裡 是 都沒有人來 其實 因為阿拉康 其實就好像男人用mary公仔 可能她就當這個女人 即不是她說不愛這個人 其實可能 就是我價錢 可能她說這個男人很愛這個女兒 她跟她性修都滿足 她的意思 不是她當女兒 是一個工具 而是說 在她的性滿足 在她的滿足感裡面 你搞清楚她的兩件事 一個就是愛情 愛情是感覺 在阿拉康 她們倆都是超越了性的關係 她的性關係 其實是一種快感的軸 她是一種犯禁的 她是這一個 她的原資 她的原資 她的欲望 和她是本身就說 犯禁的一個過程 所以她跟這個 就是她跟這個 代表愛的人 有一個性關係 或是在香港的任務中 就不代表拉香港這句話是錯 相反來說,即使她是我的女生 她不一定是跟這個女生的性關係最溫馭 她可能有其他女生 或者有些女生的性關係是更多快感 但這跟那個所謂愛的情況不是一樣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裡面的小朋友寫了Emanue 這個就是Emanue 因為我們有一個想像的環境 我們有一個想像的關係 這是Object R Object R 除了欲望額體之外 還可以看成一個幻想的達成 其實在整個性關係裡 其實是跟手入度分別 因為你其實是跟一個幻想的對象 因為透過剛才說的Observational 和Hysterial 你發覺原來我們那個環境 就是原來我們已經假定了 我們在一個幻想界裡的Emanue 已經有一個對它的形象 其實我們是在跟這個形象做的 不是在跟 因為我們跟大他姐的關係 已經被 跟他姐的關係 年初的他姐 老他姐的關係 已經被語言所嫁 所以基本上就是 所以基本上就是 會是一種手入式的環境 很多時候這個性愛都不受 那 那 那一刻其實 他怎樣治療這兩種 這兩種個案 那 或者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 其實在書裡 他跳來跳去 就說 多一些 覺得一個analysis 一個analytist 應該在一個position 那樣的 那 那他提到 其實Alanai Hong 就很 他就很注重 其實呢 就是想 告訴那些 這個是針對 Erosis那些患者 Erosis 但不可以說患者 Erosis structure 的人 那就是 You separate from others desire 就是他們就知道 自己本身 他真正的 真正的designer呢 還是他們在套用 其他人的designer 作為自己的designer呢 最簡單的例子 不是在套用 爸爸媽媽的designer 成為自己的designer 究竟是不是真的是 自己的designer呢 有很多的 個案裡面 或者 其實我們自己也是 可能有些事情 我都很想做 這樣做 這個媽媽媽的 究竟這個是我爸爸 我媽媽想做 還是我自己想做 都搞不清楚 還有一點 其實很簡單 比如說 剛才阿健說到 有些人很追求 那個金錢 有些人不斷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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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這些designer 是 其他人的designer 還是其他 subject的designer呢 在一個analysis裡 其實最想就是 可以 可以 在透過那個過程 能夠令到那個 Anson 會動搖 他們原本 對於 其他人的designer 多一些想法 以及想清楚 究竟這個 是否他們自己 個人的designer 一個很重要的關口 就是 separate with artist 其實可能那個artist 最重要就是 他的父母 那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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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其實那個大他姐 那個大他姐 那個大他姐 有 那個大他姐 有那個名字 叫做 Super Ego 那 Super Ego 當時 Super Ego 特別是 這個 這個 通常 obsession 就是 很緊張 或者 或者 招累的武大 或者 Isef 就是 就是 很瘋狂的 他通常 都是 會跟一個 Super Ego 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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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還有 這樣 三十 歷 一個 一個 做analyze 他說他操作時是一個什麼背景的人 這個人為何會來做analyze 原因是因為他和一個朋友開了一間公司 但他受不了壓力 他受不了 他不想做 他分析時 他退休了工作 他自己想很多事情 如果他不給人家看 或是可以迫我再做多些事情 但人家沒有說過不給人家看 他自己想很多事情 他在做的過程裏 他又覺得他工作的夥伴 本來是他的朋友 慢慢變成了一個權威 他可能做很多權責上的事情 他就選中間自己的權威 他開始覺得自己其實是答不到要求 他覺得自己很懶惰 他會不會有惰性 不想動 包括不想動什麼 包括連結自己的房間又不想 起床又起不及 要做機器又做不到 有些這樣的行為 他就說自己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其實在做這個分析的過程裏 他都會顯現這些情況出來 包括可能會遲到 然後就會說因為我遲到 我怕過不了銀行 怕過不了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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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理由他會說 除了這些方面之外 他在情感的生活是怎樣的 他覺得自己很難 他不想自己想 有些什麼是理想的對象 因為他肯定在心裡覺得 其實我應該可以有多些可能性 或者說我跟這個一起 可以跟他一起 或者我可以跟另外一個 不知哪些人一起 或者有些不知什麼幫助 很多這些結果 可能最後的結果 就是什麼都不做 他心裡有一些理想的對象 其中一個就是他 他認為是一個好的對象 他覺得 如果我真的要有一個理想的 一個一對一的拍攝 或者這一種就是我的理想 這一種的女人就是我想 他一路覺得很想的 他又會經常去憑觀察 其他男人比較認真 他在身邊 尤其是他眼中是一些 成功的男人身邊的女人 他認為那些女人 可能都是一些理想的女人 他在一個分析裡 他提到的一些不同的對象 都是例如他的partner的女朋友 他是一個好朋友的朋友 他另外認識一個 不知什麼的導師 他身邊的一個太太或者部女 他覺得那些是一些ideal的partner 但剛才提到他妹妹的姐姐的好朋友 那位的女士叫Sandra Sandra接受了跟她發展一個關係 但他們一起了不久一個星期 然後他就說 他就有一個叛起的問題 在一個性命中 他就叛起不了 他就開始又覺得 Sandra好像都不是 好像跟我一起之前 她不是這樣的 她好像和我一起之後 好像是沒有那麼好的 她好像之前好一些 好像不知為什麼 我和我一起 令到她 不知為什麼沒有了一些東西 總之就好像沒有以前那麼不好 她具體又說不到 但是在同一段時間 他認定性的partner 他覺得是一個很階級的人 他不會是一個ideal的對象 他和這個性命中 也沒有問題 但一點問題也沒有 直到有一次 這個人拒絕了他 在那個時間 他會說 他差點想強姦 這個人 雖然他還沒有做到 但是他差點想強姦 他覺得很生氣 為什麼這個人 突然會變成我 其實當中 剛才說到 他很多覺得自己 有些不夠能力 inability 包括在做事 在生活上 其實這裏 他有很多gilt feeling 剛才下面說到 一個objection 可能很多時候 主要的feeling 是一個gilt 覺得自己 會達不到要求 其實他那個 心裏面 有很多的ideal 包括 一個理想的對象 一個理想的關係 一個理想的男人 應該是怎樣怎樣 有很多很ridged 的一些規律 其實這些 就可以理解為 是他other的一些標準 或者是other's desire 他不惜就會犧牲 他現有 生活上的一些satisfaction 他會去拿到這些 都要去接近那個other desire 他會再提到 其實他爸爸 是一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 他媽媽又是 如果你跟她說些什麼 的話 她喜歡不喜歡 她不會認清 告訴你 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她只是這樣 給你一個 忽然的樣子 你看看 你自己成稅 你自己知道我喜歡還是不喜歡 好還是不好 她的生活中 就是徘徊著這些問題 就是女人變成了異形 不知道她想要怎樣 通常 通常 obsession 或者會覺得 會覺得很難 那我這兩句就要進去 我也可以分享另一個case 大家都可以有些討論 這個時間 我之前有一個client 他來到思考的advice 就是因為他覺得自己 建立不到一個長期的關係 一個穩定的愛情的關係 他表面上是一個 什麼生活的人呢 就是天天去抱 一有時間就馬上去 到處認識女生 one night stand 很casual的sexual relationship 所有其他其他朋友 其實他自己說 他的朋友的眼中 他是一個lade boy 周圍玩 每一個好的女生 是不會跟他拍拖的 因為他這樣玩法 他自己這樣講對自己 但是他另一方面 當他接觸久一點的時候 他有一個脆弱的一面 那個脆弱的一面 他會透露什麼呢 就是其實他心裏 是一些很ideal的對象 他稱他的對象為女神 真的叫女神 是的 女神 有沒有另一個名字 沒有 就是女神 這些人是他自己的wording 是一個女神 女神在他生命中 可能有兩三個 他三十多歲 是一個很事業 很成功的立志 那這些女神 其實呢 因為 其實這個男神 他本身也是一個 條件 都是一個很好的男神 如果他welcome 這樣 有很多人走過去 這個是他自己 給自己的評價 我這個我愛人 是不客觀的 但是呢 都是ok的 是一個很高高大大 英俊的一個男生 做事很英俊 好啊 他就立刻很off 他就立刻覺得 好可憐 好可憐 那 他試過一次最親密的時候 一個很好的環境 他覺得 如果是跟任何其他的女生 他都已經立刻非常大咬了 但是呢 女神呢 他動不動 他說 他自己完全沒有任何性格 設計 當那個女神主動 想來接近他的時候 他甚至是覺得自己不行啊 不行啊 不行啊 我一定做不到 現在的 也都是 基本的生理的反應都沒有的 他說 他呢 之後 在那個 我跟他的section裡 他透露 他覺得 如果 他真的 跟他的女神 有sexual的接觸 包括可能摸一下 其實他真的是硬了 整個人硬了 某些地方又不會硬 那 這個情況呢 全身硬了 關鍵的地方又不會 對 對 他連摸一下也不會 他覺得 如果他會碰女神 就是會碰到女神 那女神就不再是女神 那他也不可以碰 他有這個很強的一個想法 所以 結果由於他的反應 人家當然會離開 他還沒那麼抗拒 這樣 沒理由逼你 對吧 所以 慢慢人家以為他會 不斷 所以 也走了 但如果人家主動 又想繼續跟他發展 他又走了 所以 他永世都見不到 這個關係 他覺得自己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 他已經試過三四次 這樣 他就覺得自己 都三十多四十歲 差不多 但我還是 好像現在這樣 可以玩到什麼時候 他在他那段時間 又有很多的朋友 結婚 生小朋友 他自己事業上 又有一些阻滯 於是他才會 尋規定 還有他最主要的事情 他不是想解決 他那些什麼關係的問題 他最主要是想問我 我不行 那怎麼辦 這樣 這樣 這就是兩個地方 兩位 因為 又可以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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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案子 有什麼事情 我也有的 例子 因為那時候 我在北京 我也有 我在北京 我在北京 有朋友 開餐廳 在北京人 也有 這樣 都可以 又好像他那樣 又好像那個男生 但他跟我講 就是 他真的喜歡那個女生 他喜歡那個女生 一起的人 是沒有性質 他一直說 他很排斥 又是很排斥 你又馬上 但平時他很難的 都是很困難的 都是很困難的 我認識一下 這些案子 其實有些病人 即所謂的病者 他根本上 他自己拿了個列列出來 然後有了一格格的 他問完你 A的問題 就是 在這本書裡也有提到 其實 obsession 的案子 他們由於 那一次是 他的生命之中 他自己是主宰 他是一個決定 其他的 其他的existence 也不太重要 他來就是想問我 他覺得professional advance 他要我正確地達到 他這個問題 而並不是處理他自己 自身的問題 即是他只是想問我 有關撥起障礙的問題 是啊 他是撥起障礙的問題 我這件事是否因為這樣 撥起機制 他都知道是心理問題 他都覺得是心理問題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 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想要等她 用詞結論文議題 作詞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